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講一篇訪問文章 就可以拆解整個烏克蘭戰爭的來龍去脈和未來發展 受訪的是美國學者米爾斯海脈 他說西方將烏克蘭引上一條不歸路 最後烏克蘭將會被毀滅 米爾斯海脈是芝加哥大學的政治學教授 亦是《大國政治的悲劇》這本名著的作者 烏克蘭戰爭拖了一年多 隨著烏軍的所謂下跪大反攻 連俄軍第一道防線都攻不破 戰爭再度陷入僵局 而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米爾斯海脈 是少數西方學者 早在2014年就警告 美國叫烏克蘭加入北約是會帶來戰爭的 米爾斯海脈用非常實用主義的方式 分析了烏克蘭發生的事情 與西方的主流論述很不一樣 亦不追求政治正確 他近日接受美國獨立調查新聞網站灰色地帶的記者 阿倫·馬特的訪問很值得一看 米爾斯海脈就烏克蘭反攻的成果 烏克蘭加入北約的可能性 不欲借除俄羅斯的效果 俄羅斯的真正目標 西方的意圖 戰爭的趨勢等問題 比出了坦誠而深刻的見解 首先說 烏克蘭的反攻成敗 記者馬特就問了 華爾街日報最近報導 基本上承認西方迫使烏克蘭進行近日的反攻 但亦知道烏克蘭並沒有所需要接近成功的訓練或武器 長期以來你一直都猜測 美國推動烏克蘭加入北約 並且把烏克蘭變成北約代理人的努力 將會導致烏克蘭毀滅 你怎麼看華爾街日報最近的觀點呢? 魅斯凱默回答說 任何了解軍事戰術和戰略的人都應該明白 烏克蘭的反攻幾乎沒有成功的可能 有太多不利於烏克蘭人的因素 他們幾乎不可能取得任何重大進展 儘管如此 西方國家鼓勵了他們 迫使他們努力發動這場進攻 你可能會問 西方國家怎麼會鼓勵烏克蘭發動一場 事與願為近乎自殺式的進攻呢? 烏克蘭暫時保持手勢不是更有意義嗎? 但是他認為西方非常擔心時間不多了 如果烏克蘭人在2023年的戰場上 並沒有取得重大進展 西方公眾對戰爭的支持將會枯竭 烏克蘭人將會失敗 西方也會失敗 所以西方非常努力推動這次反攻 儘管他們知道成功的機會很小 訪問中也說到烏克蘭加入北約的可能性 記者馬特問 近日在立陶宛舉行的北約峰會上 對烏克蘭的承諾 實際上是令烏克蘭未來加入北約的希望 比北約在2008年首次做出承諾的時候更渺茫 北約的最終公佈顯然在美國授意之下完成 最終公佈說 當北約盟國同意並條件滿足的時候 將會接納烏克蘭加入 但公佈並沒有具體說明這些條件是什麽 你對北約這個非常模糊的承諾有什麽看法呢 米斯凱麥就答說 我同意你的觀點 但我會給你更進一步 北約秘書長斯戴爾騰伯格非常明確地說 除非烏克蘭起這場衝突中獲勝 否則就不會被烏克蘭加入北約 換句話說 烏克蘭必須打贏戰爭才能加入北約 而事實上烏克蘭不會贏得這場戰爭 因此烏克蘭就不會被立入北約 米斯凱麥認為這場戰爭終於持續很長時間 直至得到一些短暫的冷和平 但熱戰爆發的危險本遠存在 在這個情況之下 很難想像美國或者任何西歐國家 會同意讓烏克蘭加入北約 原因也很簡單 如果你在衝突當中被烏克蘭加入北約 實際上就是要北約承諾參戰 在戰場上出動北約的軍隊保衛烏克蘭 這是美國不希望出現的情況 美國不能讓北約的地面部隊 或者更加具體說 不能讓美國的軍隊和俄羅斯直接對抗 實際上烏克蘭必須在烏克蘭境內 贏得對俄羅斯的決定性勝利 但是這樣是不可能的 因此 正如你所說 烏克蘭不會成為北約的一部分 記者馬特就問 有鑑於此 我們是否可以推測美國在烏克蘭的政策 實際上比表面看上來更加建立忘義呢 因為這場戰爭的主要起因 是因為美國當年拒絕同意 烏克蘭保持中立 並且承諾不約對烏克蘭闖開大門 但是當如今有機會被烏克蘭加入北約的時候 美國又不會承諾被烏克蘭加入 這是另外得出的結論 西方的目的是永遠不接立烏克蘭加入北約 而是利用他加入北約的承諾 將烏克蘭人變成為北約的代理人 而美國和他的盟友又不會盡意務 實際上對烏克蘭加以保護 米爾斯海默回答說 他自己的看法有點不同 他並不認為這只是美西方建立忘義的事 他認為這是愚蠢 不可以低估西方在整個烏克蘭問題上有多蠢 甚至在其他問題上也是這樣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相信 如果烏克蘭和俄羅斯之間真的爆發戰爭 西方和烏克蘭會獲勝 俄羅斯會被打敗 米爾斯海默相信西方就是這樣想的 如果你看回2022年 即是去年年初還處於戰爭前準備的階段 真正令米爾斯海默震驚的是 很明顯戰爭已經是一種嚴重的可能性 但美國和西方盟友幾乎沒有採取任何措施 來阻止戰爭 如果有什麼行動的話 就是西方其實在慫恿俄羅斯人開戰 西方各國當時相信 如果戰爭爆發 西方已經訓練了烏克蘭人 武裝了烏克蘭人 終於讓他們在戰場上守護自己 這是第一點 而第二點是西方覺得制裁是個法寶 可以通過制裁出於俄羅斯 烏克蘭人最終可以打敗俄羅斯人 然後烏克蘭人還會處於西方可以接納 他們加入北約的位置 米爾斯海默總結說 需要更多的證據 你證明西方究竟是見利忘義 還是極度愚蠢? 訪問中也提到制裁的問題 記者馬特問 關於制裁問題 出現了報導說 俄羅斯已高於美國和他的盟友 試圖強加於俄羅斯石油的上限價格 出售石油 這是一個里程碑 你認為俄羅斯會不會遭受 比現在更嚴重的制裁打擊呢? 米爾斯海默說 他認為俄羅斯會遭受更大的打擊 但是俄羅斯人做得比米爾斯海默 預期的要好 另一方面 直至西方在制裁上取得更大的成功 也不會令俄羅斯人屈服 也不會最終為他們造成重大的失敗 原因很簡單 因為俄羅斯人認為 他們在烏克蘭問題上 面臨著生存威脅 當你面臨生存威脅 你會願意承受巨大的痛苦 以確保自己 不會在戰場上被打敗 所以他認為 制裁從一開始就注定要失敗 制裁不會對一個 俄羅斯這樣的國家 產生太大的影響 因為俄羅斯自然資源 非常豐富 用各種潛在的交易夥伴 可以取代 他在西方失去的夥伴 他說 順便說一句 他認為 這是一個美西方重大的誤判 如果看看 美西方在戰爭前的行為 以及隨後在衝突中發生的事情 很明顯 西方很大程度上 是打錯了算盤了 訪問中也說到 烏克蘭和談的問題 記者馬特問 西方阻擋了俄烏雙方談判的道路 當時英國首相約翰遜 警告過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 說如果烏克蘭和俄羅斯簽訂和平協議 西方國家就不會為他提供安全保證 而俄羅斯總統普京 最近在一些非洲領導人面前 發表講話的時候 也出示了一份民黨 他說這份是和平協議文件 當時 烏克蘭已經簽署了 普京還指責西方 最後破壞了這項協議 米斯凱麥就回應說 從幾方面來看 他認為俄烏當時的確存在著一個潛在的交易 他確實認為西方國家 英國人和美國人加入了進去 破壞了俄烏談判 因為正如他之前所說的 西方認為自己可以打敗俄羅斯人 當這些談判在去年3月舉行的時候 在那個時刻 烏克蘭人似乎在戰場上面 又開始能夠撐得住 加上西方對制裁的執念 令他們相信想叫俄羅斯人去哪裡 他們就要去哪裡 他們是不希望達成和平協議 認為是時候要對俄羅斯實施重大打擊了 所以事情就是這樣發生了 米斯凱麥也認為 普京轉合烏克蘭的目標 是他對政府烏克蘭其實不感到興趣 他想做的事情 是迫使烏克蘭人坐在談判桌上 和他達成協議 這就是普京想要的 他甚至不想將烏東的頓巴斯地區 拼入大俄羅斯 他明白這是一個巨大的麻煩 他更加願意一個脫離烏克蘭的頓巴斯 但是當時看上來 有可能達成協議的時候 西方介入了 西方確保烏克蘭人要退出和談 戰爭要繼續進行 這樣就導致今天我們看到的局勢 米斯凱麥認為現在已經越過了 可以達成任何有意義協議的階段 俄羅斯雙方都是這麼堅定地 致力起這場戰爭中獲勝 很難想像他們可以通過談判 達成任何有意義的和平協議 如今俄羅斯人決心保護他們已經征服的領土 米斯凱麥相信俄羅斯打算征服更多烏克蘭的領土 俄羅斯人希望確保烏克蘭 最終成為一個功能失調的殘餘國家 並且在未來任何時間都無法成為不約的一員 俄羅斯人最終會做出的是 分裂出沃克蘭大片領土 然後揭盡全力讓沃克蘭 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 都處於一個可怕的景地 因此讓俄羅斯人現在同意放棄他已經征服的領土 撤回去去年2月之前的邊界 這幾乎是不可以想像的事了 現在你可能會說 如果沃克蘭成為一個中立國 放他成為北約成員的願望 俄羅斯人是不是會同意和平呢? 首先,米斯凱麥不認為沃克蘭很快會同意成為一個中立國 因為他需要北約的某種安全保證 此外,俄羅斯人也會有一個擔心 沃克蘭人會出以反意的 首先是同意中立,然後就改變主意 與西方結成某種聯盟 最終的結果是俄羅斯人放棄了所佔有的領土 而沃克蘭人又不再是中立了 所以米斯凱麥認為 從俄羅斯的角度而言 最有意義的是征服沃克蘭大片領土 並且確保沃克蘭變成一個功能失調的殘餘國家 他討厭將沃克蘭和更加廣泛的國際關係的未來 描繪得這麼黑暗 但大家也不能低估美國製造出來的混亂 和美國製造出來的災難 最後訪問也說到戰爭的前景 米斯凱麥說 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一個僵局 但他並不會將征服多少領土作為這場戰爭的關鍵指標 像這樣的消耗戰,關鍵指標是傷亡交換率 要關注有多少人口可以被征召加入軍隊 填補傷亡的士兵,還要關注傷亡率 讓他看上來,傷亡率明顯有利於俄羅斯人 因為他們的人口要比沃克蘭人多得多 對沃克蘭來說是一個災難性局面 令沃克蘭幾乎不可能贏得這場戰爭 所以問題是,如果你是西方國家 怎樣去糾正這種狀況呢? 怎樣讓烏克蘭人可以繼續戰鬥呢? 要記住,俄羅斯有強大的工業基礎 他們有很多軍事裝備,很多重型裝備 比如大炮、坦克等等 而且還有大量生產設施的裝備線 烏克蘭人幾乎沒有任何武器裝備線 他們完全依賴西方的武器 這樣解決方法是什麼呢? 西方必須給烏克蘭人F16戰鬥機 給他們陸軍戰術導彈系統 但是這樣是否可以扭轉力量平衡 扭轉傷亡交換率 令烏克蘭人最終在戰場上獲勝呢? 這個簡直就是一個白日夢 很難令人信服 美國的五角大樓真正相信 F16戰機會改變戰場上的力量平衡 烏克蘭人已經深陷困境 美國已經將他們引上了一條不歸路 此時此刻大家沒辦法改變這種局面 記者馬達最後就作了總結 他說好了 既以米斯凱脈對烏克蘭問題的答案 就明白他為何將最近一本書 命名為前方的黑暗 烏克蘭戰爭的走向 這個說法非常貼切 最終的結果是烏克蘭將會毀滅 看完米斯凱脈這個訪問 我得到一個簡單的結論 就是美西方的政客不是自私 就是天真 而米斯凱脈作為一個美國的精英學者 也忍不住踢爆這個殘局了 大家好 石樓台已經簡化了訂閱的流程 不用驗證電郵 想付費訂閱石樓台更方便 我們都優化了視頻播放器 網速比較慢的時候都可以看得流暢的 如果有任何關於訂閱或者使用的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致電3181-3890 或是用畫面上的這個地址發電郵給我們的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的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石樓台歡迎全球的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報 去巴士的報的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支持巴士的報 訂閱石樓台 謝謝大家